整集的步伐于优美高亢的歌声 这是来自新竹县兼十乡十壘教会的 原乡美声合唱团带来的足语诗歌演唱 让台下的观众听得如痴如坠 苗栗仙政府与基督长老教会 泰雅尔中会联合举办的 今年第二届台湾原住民足语诗歌比赛 这次的比赛主要是针对南投到 宜兰的泰雅族地区教会唱诗班报名 泰雅尔中会表示去年举办第一届就有一千多位的族人 共襄胜举 虽然诗歌比赛是针对泰雅族人 但今年还特别邀请布农族 阿美族的唱诗班与舞团一起来演出 七八个圈是分十三个区域 十三个区域我们就各推派精英这样 来做歌谣比赛 所以我们是第二届泰雅尔族 泰雅尔族这样 我们就做我们就做 就针对这个泰雅尔族语来 来做歌谣比赛 那当中我们也会安排 我们有邀请其他的族群 来跟我们一起比赛这样 这一次的比赛 一共有十七个队伍报名参加 二十二日将在联合大学举行 透过美妙的诗歌 除了增加彼此信仰的凝聚力 也传达对泰雅族文化的传承 这次当年不赛 苗律师采访吧 多艺术 在诗歌谣比赛